同学们好,欢迎来到考试点 今天我们讲的是 在数字电子技术中 考验一个很重要的那一点 往往这一部分 它所占的题目那很多 上一讲是,讲的是 时序电路的分析,今天讲时序电路的设计 分析和设计 这是两个很重要的部分 所以说同学们要想得高分 应该就对第七讲或第八讲 要好好的去 复习 把这里面的题目能够很好地去消化 设计呢 就是根据题目的要求 用指定的器件来完成它 下面这个我们 举上 一部分题 这是 清华 大学2002年的一个 考验题 它就是 给出来了 状态迁移的关系 然后呢 叫你用处罚区去实现它 这就是 已知状态 用处罚区去实现 前面的那些什么 原始状态的 获得 原始状态的 化解 状态的分配 这都没有了 它就是 直接 把状态迁移关系 告诉你了 m 等于0的时候 同学们看看 这是这样一种迁移 这是加法 m等于1的时候 是减法 首先 我们要把这个图 变成状态迁移表 也就是状态迁移 真字表 MNV0的时候是这样 没有用的态 我们作为无关项来处理 加法 0到1 1到2 2到3 3到4 4 返回到0 等于1的时候 是减法 0不够减 N 借1当5 5减1是4 1减1等于0 2减1等于1 3减1等于2 4减1等于3 没有用的 无关态 好了 这一个 做出来了以后 在设计的时候 很重要的 一步 就是要确定它的 状态迁移关系 确定 它的 状态方程 那就是 根据状态迁移 真字表 做出它的相关的 卡洛图 然后去求出它 它的状态 方程 我们是求的 Q3 就是在圈的时候 就是用处罚器来设计一个同步时序电路的时候 在求它的状态方程 因为 我们求状态方程是干什么 是为了要求得它的极力函数 因为 我们在 做出它的 逻辑图的时候 去画逻辑图的时候 是根据它的极力函数 所以说 在求的它的状态方程的时候 我们求哪一极 必须要保证有这一极的 这个变量 比如讲 我这是求的是Q3 那我就必须要保证有Q3N 或者是Q3N的飞 这样一个变量 那有了它以后 我们才能够 去求得它的状态方程 去求处它的极力函数 如果是我求 G3 退3 我求的方程没有Q3 比如讲 我把这个圈大一点 圈大一点 这个Q3N的就没有了 那你怎么样子去确定借和K呢 是吧 这是在设计的时候 同学们要注意的 这一 圈出来了以后 整理就得到G3等于它 K3 等于1 千万不能够等于0 因为 根据GK除发器的特征方程是 GQN的飞 加K飞QN 嗯 那只有K等于1的时候 它飞一下后面的一项才没有 啊 这也是同学们需要注意的 Q2 圈出来 是这样 你整理得到G2 K2 这是Q1 一圈出来 是这样 得到G1 等于它 K1 等于1 那 根据所得到的GK 根据所得到GK 然后 画出它的图出来 画图的时候 同学们只要 一步一步的 仔细一点去画它 就可以了 那 因为 三级 除发器 不管是M等于0也好 M等于1也好 它都有8种组合 我们只用了5种 01234 不管是加法是01234 减法是43210 就是有三个台没有用 题目中要求你去检验它有没有自启动能力 怎么样子去检验呢 就是把状态方程一写 然后把没有用的台567 101110111 带进去 你看 M等于0的时候 101往里一带得到的是010 110是010 111是000 010和000它都是 5就是我们所设计的状态迁移的状态之一 因此 有自启动能力的一个电路 下面 这是一个用四位二镜子加法技术器的芯片 骑士ALS161 骑士ALS161 设计一个十三禁止的加法技术器 允许你适当的加其他的逻辑门电路 那骑士ALS161 它的功能表是这样 这是一个一步清零 同步清零 这两个都是保持 它们的区别类在哪呢 当T等于0的时候 静位为 税欧 也为0 只有它们都为1的时候 在10中的作用下 才开始了激素 要组成十三禁止的技术器 那你可以采用反馈归零法 也可以采用反馈预制法 就是同学们要注意 这二者有什么样的区别 反馈归零法 因为它是一步清零 那就必须要有一个过渡状态 反馈预制法呢 它是同步预制 它就不存在着过渡态 这是同学们在做题的时候 要注意的问题 好了 这我们采用反馈预制法 就0000到1000 你领用了这13个态 0000是我事先必须要预制的数 反馈归零制 幸好就是Q3Q2的费 那电路图一画 注意 注意 预制端 因为是采用的反馈预制法 因此我的D0 D1 D2 D3 必须要与这个是一致 在这里呢 顺便提一下 我们这是用的Q3Q2Q1Q0 有些教科书上面是用的QDQCQBQA 注意 高位一定是DCBA 不能够写成ABCD 因为在设计的时候 厂家就规定了 他就是按QD为最高位去设计的 不能够内容法 当然这样也是写成ABCD了 就是刚刚讲了 你这个题目也可以用反馈归零法 就是要考虑到过度态度问题 这是浙江理工大学2009年的一个考验题 这个题目呢 实际上我们在第一单元 也就是说数字电子技术内容经讲的时候 已经这个题作为一个例子就讲过了 这里呢是浙江理工大学09年的一个考验题 当然这一个题目作为一个考验题来讲 它是稍微偏难了一点 但是它也是一个提醒 对于考验的人来讲 他能够他除这样的题也不过 因为我们的考验一定对 比本科生的要求要高一些 那这个题目因为前面已经讲过了 所以说呢 这一次就较快的过一下 这个字 这次较快的过一下 应该是这次较快的过一下 同学们要是感到快了 你自己下来再好好的看一下 这个题目因为它没有接触状态迁移关系 所以说这一个题目就反映了一个同步时序电路设计的一个全过程 首先要做出原始状态图 S0表明什么都没有接受到 当这个时候来了一个0 X6为0 仍然是没接到我需要检测的信号 如果是S0态的时候 接受到一个1 它就应该要和S0态要区分开来 表明我已经接受到了第一个1 如果是S1的时候再来一个0 那又返回去了 从头来开始 如果是再来一个1呢 表明我已经连续的接受到了第二个1 那应该要用一个新的态来表示它 同样S2的时候再来一个0 那前两个1就没有用了 又得从头来开始 如果是再来一个1呢 表明我已经接受到了一个 连续的接受到了三个1了 输出的是1 那在下面如果是再来一个0 从头来开始 再来一个1呢 原地它 就是111 前面这个是111输出的是1 后面这是111输出的是1 这就是它的原始状态图 原始状态图呢 在制作的时候是保证它的功能的准确性 并没有考虑到状态的多少 状态多了 电路可能就复杂一些 状态少了 电路就简单一些 最直接的理由 你看如果是原来是有五个态 它需要三级出发器 如果是我给它状态化简 少了一个态 只有四个态 那现在四个态就只有两级出发器了 所以说状态化简的目的 它会使得电路简单 这是原始状态图 有了 我们要进行状态的化简 状态的化简 我们先把这个图转换成状态表 把这个图转换成表 然后根据这个表 我们再去合并相同的态 那一般讲 在同一个输入的下面 它的输出类相同 次态类相同 还有等于一等的时候 输出类相同 次态类相同 那这两个态就可以合并 如果是虽然输出类相同 次态类也同 但是呢 当为一的时候输出类相同 次态类不相同 那这个时候你不能就说 这两个态类不相等 还要看S1和S2 等加不等加 如果是S1 S2这两个等 那01那也就等了 所以说下面的工作 就是去合并 合并呢 就是每一个状态都要去看 01的时候 X0输出和次态类都等于 都相等 1的时候输出类相等 次态类不等 那就要看 1和2 是否类相等 那我们那就看 1和2 1和2在X等于1的时候 1和2输出类不相等 显然12是不等价 12那不等价 当然01那也就不等价了 一个一个的去判断它等价不等价 最后判断什么时候呢 就是S2和S3是等价的 可以合并成一个态 合并成一个态以后 重新把这个图 凡是2、3的 我都用S2去代替它 好 这就状态力化解 状态力化解 现在是三个态 必须用两机除发器来表示它 那什么态 就是两机除发器有四种组合 0、0、0、1、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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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哪一个代替S0 哪一个表示S1 哪一个表示S2 这个可以是随意的 你分配的不同 它电路内也就不同 这就叫做状态分配与编码 好 我们就分配S0是0、0、0、S1是0、1、S2是1、1 然后把这个图的0和S0、S1都用相应的代码以表示 10那没有用作为无关相来处理它 好了 这一下剩下来的事情 就给我们前面的第一个例题 一样 已知状态迁移关系 用处罚局去实现它 就确定它的驱动方程 好 把这个表转换成我们习惯的 用来进行设计的状态迁移真字表 Q2加0、0、0、1、S1 好 0、0、X0、0、1、S1 好 那就是我在求Q2的时候一定要保证有Q2这个变量 XQ2 这个是就不能够圈成这一个 圈成它 那你说我圈成它那不就完了吗 那这个就要经过你 麻烦一点 因为你圈成它没有Q2了 那我怎么样子去确定Q2呢 那就要经过一定的变化 所以说在化解的时候呢 就这样子去 就是不是去化解 去设计 XQ2 这样子圈因为它 有Q2这个变量 这样圈就没有了 所以说这个只能够圈成一个 XQ1NQ2N的飞 这样把它的状态 这样把它的状态方程的一血 和我的特征方程去对照 那G就等于XQ1N Q2就等于X的飞 这是Q2 Q1 这根线应该是 那就是一个这样的圈 就是一个X 显然你就不好去确定 J1可以圈成这两个 XQ1 XQ1N的飞 因此它的特征状态方程是这样 那和特征方程去对 那就是J1等于X K1就等于X的飞 Z呢它是用门电路来实现的 所以说你就与化简是一致的XQ2 好了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根据所得到的 两极出发器 根据得到的极力关系去连 一极一极的连 J2等于XQ1注意 就是它的极力端 可以由好几个变量相预理而成 K2等于X的飞 Z等于XQ2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题目的全部的设计就完了 好 这是上海大学的一个考验题 就是用 几层芯片来组成 来组成 技术器 这个呢是 四位二进制的 技术器 93 这个196呢 是 2510进制的 技术器 要你分别的用 这个93和196 组成48进制的技术器 它这样 其实里QD是高位 QA是低位 这是用的DCBA了 就不是前面用的3211 这个呢 请同学们在考试的时候需要注意 因为现在国内的教材还没有统一 是用DCBA还是Q3Q2Q1Q0 各本书上那都不一致 好了 咱们看用93 93呢 就是 这是一个低位 CP 低位的输出 左位时钟 向高位的时钟 组成一个技术器 好 每寄完16个 向高位进一位 每寄完16个 向高位 进一位 因为 93 它是16进制的技术器 也就是四位二进制的技术器 因此呢 需要把 这一个48 因为它是一个 异部清零端 因此呢 只能够用反馈归零法 反馈归零就必须要考虑一个过渡态 48进制应该是最大数码是47 考虑到过渡态 就是从48 往回引进 反馈归零信号 把48 转换成二进制 1248 16 32 32加16 那不就是48吗 因此 就是高位的QB QA 作为反馈归零信号 QB一瓶 QA一瓶 没有寄完16到这儿来一个 没有寄完16到这儿来 当它寄到三个16的时候 A归零 这里请大家注意 这个是 骑士ALS196 因为它是十进制的 技术器 它的 就要考虑 这是每几万十个 这是低位 每几万十个 向高位进一位 每几万十个 向高位 进一位 那它和前面的 不同的在哪儿 前面是一个 四为二进制的 技术器 而这个呢 是一个十进制的 技术器 当高位 气满到40 低位在气到 第八个的时候 48 那就是反馈归零 信号从48引了 因此呢 就是高位 记到4 低位 记到8的时候 反馈归零 这个题目就是要注意 对 集成芯片功能的 了解 因为你只有对功能 了解了以后 你才能够正确的去联系它 注意 它是一步清零 因此 我们只能够用反馈归零法 注意哈 因为我们在教科书上面 所学的 集成电路的芯片 那有限 那考试的时候 它不局限于 你教材上面 所讲的芯片 它可以考你别的芯片 当然它一定要 接触相应芯片的功能表 所以说 同学们要学会看 集成芯片的功能表 根据功能表 确定它 这一个芯片是一个什么样的芯片 它怎么样子才能够完成 什么样的工作 这就是要学会看 手册 这是华南理工大学2009年的一个考研题 就是用JK除发器设计一个821BCD码的加法技术器 并检查设计的电路能否自启动 这一个题目呢 在一般的教材中也有这个题 这我们也把这个过程里一讲稍微快一点 那这是实际制有十个态 它必须要有四级出发器 因此呢 先做出它的状态迁移 政治表 0到1 1到2 2到3 3到4 一直到 它只能够9到0 放回去 只能够0到9嘛 其余的呢 10 11 12 13 14 15 没有用 就作为吴光泰来处理 给前面一样画出每一级的卡路图 确定它的状态方程 从而从状态方程中 确定它的吉利函数 或者叫做驱动方程 这个呢 称呼的不一样 就是借客 有的书称为叫做吉利端 有的书又称为叫做驱动端 称呼不一样 实际上是一回事 好 Q4做出来 求得借4 K4 G3 K Q3 卡路图的一座 圈出来 G3 K3 同样 G2 就是 G2 K2 G1 K1 根据求得的借客 字 画出它的图出来 这个过程 都是 这样子 至于具体的读书 同学们下来 你们自己去 仔细的看 仔细的来去做 我们在讲的时候呢 就是讲 做题的过程 做题的思路 做题的方法 具体的细节 这我们那就稍微 快一点 好了 要 我们 4级出发器 16个态 我只用了10个态 还有6个态 没有用 检查它的自启动能力 10 它的次态 1011 1011 它到0100 那0100 是技术序列中的 一个态 1100到1101 110到0100 也是技术序列中的态 1110到1111 1111到0000 0000 也是技术序列的一个状态 把状态牵一图 画出来 你看 这个电路是 具有自启动能力 只要不存在着第二个循环 那这个电路就具有自启动能力 这个题目是浙江大学2001年的一个考验题 它就是设计一个达计 它就是设计一个输出为010 010 1010 1001 011 11 100的14位序列脉冲电路的产生器 它讲可以选择技术器 可以选择一位气 设设计 设计器 和任何组合逻辑电路来实现 这一个 它就是需要有个设计的过程 要画出电路图 要求电路尽量的简单 这一个题目呢 我们稍微讲得细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选用 这不是先用 首先用骑士ALS161或者是194 组成一个14进制的气数器 然后用一马器或者是数据选择器 实现序列电路 因此它有四种组合 技术器加数据选择器 技术器加一马器 一位计程器加数据选择器 一位计程器加一马器 咱们看第一个就是用技术器加数据选择器 首先我们用骑士ALS161组成一个14进制的气数器 采用反馈预制法 既包含了技术器 技术器就是实据电路的内容 又包含了数据选择器 或者是以马器组合电路的内容 这两个电路怎么样子 柔和在一块组合在一块组成一种新的电路 好了 我们技术器根据这一个我们组成了 在这儿是用的Q3Q2Q1Q0 就不是QDQCQBQA 根据这一个反馈预指信号 是Q3Q2Q1的非预指 这是一个预指信号 这应该是个E 不要拉掉了 好了 根据这一个 我如果是选择数据选择器 根据这样一个信号 输入是Q3Q2Q1Q0 我们其实L151呢 它是一个三变量的 就是或者叫做八选一数据选择器 它的地址端是三个 因此呢 我们从Q3Q2Q1Q0 任选三个为地址 我们在这儿呢 是选择Q3Q2Q1为地址 那在地址范围之内 确定我的数据输入端 以Q0的关系 Q0为0 函数类为0 Q0类为1 函数类为1 所以说第0是Q0 第1是Q0N的非 第2是Q0N的非 第3是Q0 第4是Q0 第5是1 第6是0 第7是0 根据这样个地端的要求 把电路图一画出来 这就是刚刚所设计出来的 实时禁止的气数器 3210 作为我的数据选择器的地址端 然后我的数据输入端 根据刚刚我们所设计出来的 去连接起来就行了 这是数据选择器 加上 技术器 组成了这样一个序列信号 产生电路 如果是用 移码器呢 那就是根据刚刚的 这样一个 电路 就是 它的状态 迁移输入端 对应了一个四辨量的 最小项 那就是010 1001 011 00 这两个都没有用 所以说 用移码器来实现 就是它 如果是用 移位 移位 积层器来实现的 这个稍微 麻烦一点 就是我要用 移位 积层器 设计一个 时事 禁止的 技术器 我要保证 状态迁移 是一个 移位的 关系 那因为 它是 长度有 14 因此它 应该要有 四级 出发器 所以说呢 我们是要 找出 四位 一位 继承器的 状态 迁移的 全部关系 这是 以右一类为例 那 我们就要 从这个图里面 去选出 14个态 而且它 你看 1000 移进了一个 1到 1100 再移进了一个 1是 11 110 再移进了一个 0100 0111 再移进了一个 1 1011 1011 再移进了一个 0 0100 010 再移进了一个 0 0 0010 0 011 一个 1001 1001 100一进了一个 0 0100 0100 一进了一个 1 110 11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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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再移进了一个 0 红 1 10 010再移进来一个0011 0011再移进来一个000001 返回去 这是一个应该是白线 这就是这14个态 00000态没有用 1111态没有用 好 那就是我只要保证 我移进来的是1101 00101100 然后是01 保证这样一个状态迁移 它就是在14个状态之间去移位了 就是我只要SR能有这样的一个移位 那它就是一个14分屏的电路 或者叫做14进制的技术器 那这一个移位电路 我也用数据选择器来实现它 注意 这不是0123 这是1000 移进来的是一个1100 移进来的是一个11 要按这一个来去填 填出来 我选012 作为我的地址变量 因此就确定了 我的DI端 与我的Q3的关系是 这样就组成了 由一位继承器 组成的14分屏的电路 注意 我移进来的数 是1000 就是我的起始态是1000 0000或1111 这两个态里没有用 就是在这 注意电路的解法 是右移 所以说A是1 A是0 应该是10 好了 然后 它输出的序列 是011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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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00 00 11100 那我 一位继承器 组成的 其分屏 14分屏电路 再加上数据选择器 那根据这个做出来以后 把我的数据输入端的 一确定 就是这样的一个电路 这边是组成的是一个分屏电路 14分屏 绿颜色是利用绿颜色的组成输出的序列 你看两个都是用的数据选择器 作用不一样 当然 我也可以把绿颜色的变换成 以马器 那 根据 以马器 它是从1000 这样去输出的 就是注意 组成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 哪些要连上 哪些不连上 好 这一讲 我们就讲到这样 同学们 下来呢 必须自己去做一下 我们讲的 主要是把这个过程 把这个方法 把这个思路 来讲清 所以说具体的电路 我们一步一步的去看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去做 那样子做呢 一个是时间不够 第二个呢 就是和前面重复的那太多 如果是像那样子讲 一部分 同学就感到厌烦了 好 同学们 再见